孙坚孙策父子开创了江东企业 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 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 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孙权不但站稳了脚跟 还将父兄未见的霸业发展为第一 与曹魏蜀汉顶图而立 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渡过难关的呢 厦门大学一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 风云济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上一集 一中天先生讲到 公元263年 刘善君臣不战而降 蜀汉灭亡 从这一集开始 我们将把古光转向东北 和刘备开创的蜀汉政权一样 孙坚孙策父子建立的 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在江东立足未闻 然而两人却都英眠早逝 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18岁 他接过的是一个出具规模的地方割据政权 他能不能镇住那些旧臣老将 他能不能发展父亲的基业 这在当时都是一个个问号 但孙权不但很快站稳了脚跟 还将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 未尽的霸业发展为 与曹魏 蜀汉 顶如尔滴 建立了三分天下 有其一的东吴政权 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度过难关的 他的成功之路又是怎样的呢 厦门大学一音乐教授 做客白家讲的 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风云忌讳 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讲孙吴 孙吴之主是孙权 孙权不容易 很多人说孙权这个人呢 挺有福气的 小小年纪结过了 父兄留下的一片基业 不像曹操和刘备 对白手起家 自己打江山 其实不然 孙权接班的时候 是很困难的 怎么个困难呢 八个字 年幼 是孤 内幽 外困 先说年幼 孙权接班的时候只有十八岁 按照古人二十而惯的这个说法 还要算未成年人 当然他这个未成年人也非同一般 因为孙权十五岁的时候 就当了阳县县的县长 汉代的规矩呢 是大县的长官叫县令 小县的长官叫县长 阳县县呢 看来是一个小县 孙权十五岁就当了他的县长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 就是说他有一个大后台 孙策 再怎么有后台你十五岁当县长 也还是很了不起了 现在三十五岁还不一定当得上 但是总归是年幼 第二呢 世孤 世力孤单 这话怎么讲呢 三国志孙策传的传末 有孙盛的一句话 叫做夜非吉德之鸡 邦无磐石之故 说孙策创下的这个基业呢 不是一个吉德的基业 因此他这个政权呢 是不稳固的 为什么 因为孙氏政权和刘备 在益州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 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有些人说这个恐怕不对吧 刘备他是卓州人 就现在我们河北的卓州人 然后南下 到了刘表这里 然后又从荆州带着兵到益州 建立蜀汉政权 他当然是一个外来政权 孙奸孙策孙权 可是无人呢 他是无军傅存人 无人在无建立的政权 怎么是外来政权呢 三个原因 第一 孙氏家族在江东 不是世家大族 是韩族 三国志就说孙娟是孤为发迹 就是家境是很贫寒的 但有一个说法说什么 孙家世代世无 这个说法是不大靠得住的 因为后人的给这个开国君主 作传的时候 他总归要 是吧 粉饰一下 说的好听一点 实际上江东氏族 是看不起他们孙家的 第二点呢 孙奸发迹 也不在江东 孙奸是元树的部下 孙奸是在江西 这个地方还是要交代一下 再交代一遍 就是三国时代的江东啊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南 这个三国时代的江西呢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江北 包括江苏北部 还有安徽啊 七七八八一些地方 那个叫江西不是我们现在的江西省 那个江西啊 他不是在江东发迹的 他招募的这个将士呢 称之为怀寺精兵 就是怀河和四水内带 招募的这样一些精兵 这是孙奸的班底 然后孙策继承了孙奸 把这个支队伍拿到手上 从元树手上逃过来 杀回江东 才建立孙世振权 而元树是什么人呢 元树是个称皇帝的 因此在江东的士族 斯大夫眼里的这是乱成贼子 孙奸是乱成贼子的部下 那么孙策呢 就是叫做乱成鱼猎 这样三个原因 当孙策带着孙奸的旧部 回到江东的时候 江东的父老乡亲 江东的士家大族 一致认为孙策这不是回家 这是入寝 不把他看自己 看作自己人呢 没有什么 将江东父老 夹道欢迎这种事 反而是一种抵抗的态度 抵抗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抵抗的结果是孙策 大开杀戒 尽诸英好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当年我讲江东基业的时候 我就讲的孙策试杀 因为当时呢 还讲不到这一步 只是说他爱杀人 实际上他 他杀人 他有他不得已的原因 就是江东士主不欢迎他 所以他是靠武力 靠暴力 靠杀戮 建立起来的一个 不怎么得人心的政权 这叫做叶飞 吉德之机 对于这一点呢 孙策自己本人 其实是心里有数的 我们看他 临终的时候 做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 在他的弟弟当中 挑一个接班人 大家都认为是 要挑一个像他的 结果他挑了一个 不像他的孙权 而且跟孙权说得很清楚 说这个南征北战 赤城江场 弟弟你不如哥哥我 如果说是要得人心 保江东 这个哥哥不如你 孙策也知道 不能这样杀下去了 第二呢 就是孙策脱孤于张钊 而且跟张钊 说了这样的话 说若俊某不认识者 就是我这个弟弟老二 他如果抵挡不住的话 君便自取之 就请先生取而代之 后面还有两句话 非常重要 怎么说的呢 这样的话 即便不能成功 缓步西归 也没有什么关系 很重要的 这样四个字 缓步西归 什么意思就是说 如果孙权在江东 立足不了 请张钊先生 带领我这个部队 回江西去 咱们不在江东 待了 缓步西归 那个归字是非常重要的 回江西去 也就是自己也不认为是江东的 江西才是根据地 所以是事故 内忧 三国之五主传 讲到了孙权接班时的那个形式 是什么呢 是边远地区的人民没有臣服 就指的是三月 就指当时江东啊 他一些边远地区的那些少数民族 是不服的 江东 士族呢 他 他这个原话叫天下 英豪 不在 周郡 实际 意思就是说 江东这些世家大族呢 也是不合作的 不支持的 而一些北方来的流亡的那些世人呢 是持观望态度的 事实上甚至 孙权接班以后 有个卢江太守叫做李树的 他还果然就造反了 他马上宣布不服从孙权的领导 而且专门招向那判 谁不服从孙权的领导 跑他那去 他都收留 所以这是内忧 还有外困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北方 袁绍和曹操 正在打官渡之战 这一战 不管谁赢谁输 对孙权都不是什么好事 不管谁赢了 下面就要来收拾他孙权 何况孙权的隔壁 还有一个刘表 刘表的大将皇祖江夏太守 就紧挨着孙权的地盘 孙权就是刘表的大将 皇祖杀死的 所以孙权接班的时候 他的情况是什么呢 原有强敌 尽有世仇 内存忧患 身五寸功 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 什么功劳都没有利 凭什么做主子 有那么多老将呢 所以孙策去世以后 孙权哭个没完 他没有办法不哭 因为他 实际上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域 有点像诸葛亮 接管蜀汉政权 我讲过诸葛亮 接管蜀汉政权的时候 蜀汉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刘备建国 基础不牢 宜邻战败 地动山摇 是不稳定的 这个话同样适用于孙权 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十六个字 孙氏入吾 基础不牢 老大一死 地动山摇 根本就镇不住 一中天显示的分析让我们明白 18岁的孙权 接过了区长孙策留下的歌剧政权 其实也就是坐到了一个火药桶上 稍有不慎 这个火药桶就有可能爆发 孙策之死带来的地动山摇 就有可能变成地裂山崩 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走出困境 如何度过这个危机的呢 谁会在关键时刻 助他一臂之力呢 那么孙权又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 这就得益于两个人 张昭和周瑜 就在孙权哭个眉完 一筹莫展的时候 张昭和周瑜向两根擎天大柱 帮孙权把这片天顶起来了 张昭走到孙权的跟前 对孙权说 孙权当时举了孙权 孙权当时举了孙权 孙权 现在是哭的时候吗 想一想看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豺狼 小将军要是哭个没完 那是开门一道了 再说了一个接班人 重要的是继承父兄的事业 把他们发展壮大 而不是婆婆妈妈 没完没了的哭 像个屁夫屁妇似的 打起精神来 然后让孙权换上衣服 亲自扶孙权上马 摆开仪仗队 让孙权出去巡视三军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这个集团有新组织了 然后张昭率群辽 立而辅之 率领所有的手下 立孙权为主 这是张昭 那么周围呢 周围从外地赶回吴县 从此留在孙权旁边 帮助他 而且因为当时孙权的职务呢 他不过是一个将军 不是君主 所以当时手下的人 还有那些宾客们 对孙权的礼节是比较减慢的 也就是下级对上级的那样一种礼节而已 而周围带头行臣子礼 就带头把孙权看作君主 自己做臣子 这样来支持孙权 而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 这个意义为什么重大呢 我们来看一下孙权的政治地图 东吴政权和蜀汉政权一样 也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 蜀汉政权我们讲过了 三股政治力量 第一个是刘备代表的 或者说刘备诸葛亮代表的 荆州集团 第二个是李延为代表的 东州集团 第三个是以乔州的人代表 为代表的 义州集团 他这三股力量呢 是像鸡尾九一样的 三个层面 荆州集团 最高层 东州集团是中层 义州集团是底层 这是蜀汉政权的情况 那么东吴政权呢 东吴政权也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 这三股政治力量呢 第一种是孙奸 孙策 留下的这些人 是孙奸和孙策当年在江西发展 然后带到江东来的 我们称为 怀世 军事集团 简称 怀世 将 那么这一部分人呢 又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孙奸 旧部 有 陈浦 黄盖 涵当 还有一部分呢 是孙策的 孙策就 有 蒋新 周泰 陈武 他们都不是江东人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这是第一股政治力量 第二股呢 三国志的说法叫做兵女际遇之事 什么人呢 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的时候 从北方避难或者避乱到江东的 因为当时这个战场主要在北方嘛 北方是战乱的这样一个区域 所以北方的士人呢 就往南方跑 有的到了江东 有的到了荆州 这些人我们称为游往北士 有哪些人呢 张昭 诸葛景 布志 张宏 严俊 士仪 大家看看这些人也都不是江东人 但是呢 他们是士人 这个士人呢 倒是不成集团啊 就在孙权 孙权接班的时候 他不成集团 他是流散在各地的 但是是一股政治势力 第三股政治势力的 江东士家大族 简称江东士族 这些士族 在江东地区有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呢 按照次序是 鱼 卫 故 怒 叫做江东四大家族 那也就是说 孙权的政治地图是这样的 三股政治力量 就是怀氏军事集团 或者是怀氏将领 我们算他 红色 宾女 寄予之士 或者说是流亡北士 我们算他 是黄色 江东士家大族 或者说江东士族 我们算他 红色 红色代表着什么呢 黄色的流亡北士 代表什么呢 笔杆子 蓝色的江东士族 代表什么呢 钱袋子 一个政权要巩固啊 这三个子 你比如说抓在手上 枪杆子 笔杆子 钱袋子 缺一个都不行 而孙权本人 又是一个18岁的小孩子 这个时候周瑜 站出来支持他 作为怀氏军事集团的领袖 站出来支持他 枪杆子就到了 孙权的手上 这事情就搞颠了一半 然后张钊呢 他是流亡北士的一个代表 他站出来支持孙权 就意味着流亡北士 有可能支持孙权 但是我们要讲清楚 这个时候 还主要是张钊和张红 其他人没来 但是张钊他这样做 他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 起到了一个模范作用 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 所以后来像诸葛锦啊 布志啊 士仪啊 严峻这些人 陆陆续续 也到了孙权的将军幕府 那么笔杆子就抓到手上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蓝颜色的钱袋子 钱袋子 能不能抓到手呢 而且我们还要知道 孙氏政权毕竟是在江东建立的 江东建立的政权 如果得不到本地人的支持 你是不能持久的 蜀汉政权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他得不到本地侍族的支持 一周氏族总是持一种怀疑啊 抵抗啊 不合作态度 孙权要在江东站住脚 必须争取江东氏族的合作 也就是说用北京大学教授田玉庆先生的话来说 孙权必须实现 孙氏政权的江东话 我们是回过头来看 孙权建国 大家就会知道 最后他一文一武 他的丞相和统帅都是什么人呢 丞相是雇佣 统帅是陆逊 全部换成了江东氏族 用我的话来说就是 孙氏政权最后泛南了 说泛南就是江东话 孙氏政权的江东话 说明孙权最终是在江东站稳的脚跟 这为他将来建立三分天下 有其一的东吴政权 奠定了基础 而周瑜和张钊 在孙权最初接班时候的鼎力支持 对孙权掌控局势 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其中 周瑜还给孙权介绍了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物对孙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人是谁 他来到孙权身边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那么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背景以后 我们就知道又一个人的意义了 这个人就是鲁树 鲁树呢 是周瑜推荐的 周瑜去跟鲁树说 这个当今之事 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老板 应该选孙权如何如何 鲁树就跟着周瑜到了孙权这里 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鲁树的意义 一是生存 鲁树是什么人 鲁树是江西人 这一点他和怀氏军事集团有共同语言 都不是江东人吗 第二鲁树呢 也是兵旅遇之事 就他也是一个流亡的 依托于权贵的这样一个世人 他依托的是周瑜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和张昭这些人 有共同语言 第三点呢 鲁树是不喜欢袁树的 袁树原来要任命鲁树 做东城县的县长 鲁树拒绝了 这才跑去依扶周瑜 所以他在政治立场上 他是和袁树划情界限的 这一点他和江东氏族呢 又有共同语言 就鲁树是一个和三股政治力量 都说得上话 都有共同语言的人 这是他的身份 第二是他 投奔孙权的时机 我们知道孙权接班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困难 而鲁树呢 此刻早就到了江东 我们要知道鲁树到江东 跟谁来的 跟周瑜来的 但是他到了江东以后 他不依附孙策 这点很重要 就按说你是周瑜的人 你就应该跟着周瑜去 帮孙策嘛 他不去 有一条史料说 鲁树和孙策见了面 但是这条史料靠不住 已经被历史学家考证过了 应该是没有见面 孙策去世以后 鲁树不打算投奔孙权 他打算投奔谁呢 他打算投奔一个叫郑宝的人 这个郑宝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 没赚的 可见的不怎么样 不是什么人物 那孙 鲁树林肯去投奔郑宝 也不投奔孙权 说明 当时这个被流亡北市 或者兵女 击语之士这些人呢 不看好孙权 他们是由于观望态度 不击于表态 当然也没有反对 不像江东四族那样反孙权了 这个中间力量 但是这个时候 鲁树一下子站到孙权这来了 这是一个信号 俗话说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鲁树就叫做来得巧 而且来了以后 跟孙权大谈什么的 见好帝王以图天下 跟孙权谈起做皇帝的事情来了 那这个支持力度是相当可观的 这是时机 第三的是途径 就是一般的说呢 兵女击语之士 进入孙权政权 也是靠兵女击语之士来介绍推荐 比方说严俊 就是张昭介绍的 而鲁树这个第二政治势力的 就是这个黄色人物 是那个红色人物推荐的 这有特别 而且鲁树进入孙权务府以后 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 五职 开始还是做宾客了 就当了一段时间的宾客了 后来出任五职 我们知道孙权政权的 一般就是说 武以周瑜为首 以怀世将领为主 文以张昭为首 以流亡北市为主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系统 鲁树是一个中间人物 这就打破了孙权政权的格局 表现出一种前两股政治势力 河流的趋势 所以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通过一中天线上的分析 我们知道 鲁树投奔孙权 并最终担任五职 不仅表现出 怀世将领和流亡北市 这两股政治势力的河流 而且更进一步来看 既然流亡北市 可以进入 那以怀世将领为主的军事系统 那么江东士族 将来岂不是也可以吗 这就使孙权政权的三股政治势力 怀世将领 流亡北市 江东士族 有了河流的趋势 所以一中天先生认为 鲁树投奔孙权 并最终出任五职 这件事情意义非常重大 那么鲁树之后 接替鲁树君职的是吕蒙 吕蒙是谁呢 他出任这个职务 又有着什么意义呢 那么我们知道了 鲁树的意义以后 我们就知道了 吕蒙的意义 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呢 的军事将领当中 最重要的是上游统帅 所谓上游统帅 就是把守长江上游的 那么孙氏政权的上游统帅 是哪些人呢 第一个是周瑜 第一任 周瑜去世以后 是鲁树 鲁树去世以后 是吕蒙 吕蒙去世以后 是陆续 被称为东吴四英将 四大英将 也是四任统帅 那么这个第三任 吕蒙 又怎么有意义呢 我们也来看他的身份 第一 吕蒙 不是江东人 他是汝兰 富皮人 不是 不是江东的 这一点和江东四主 不一样 第二呢 这个人没什么文化 叫少不修书 从小不学习的 所以呢 他也不是什么世人 他不是流亡北市 这点和张昭 他们不一样 第三点呢 他虽然很早就参加了 孙策的部队 但是职位很低 开始大概就是一个勤务兵 就叫做影制左右 就放着 跟在旁边的 也就是勤务员 后来当了一个别步司马 就是当了一个杂牌军的小头目 这个和怀世将领 他们也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 鲁硕 是和三股政治力量 都说得上话 那么吕蒙 就是和三股政治力量 都沾不上边 因此我们如果说 三股政治力量 是红 黄 蓝 三种颜色的话 那么鲁硕和鲁蒙 就是灰色的 或者说 它具有灰的色调 因为一个是兜 有关系 一个是兜 沾不上边 孙权需要这样的一个灰色 为什么呢 他在前期 他需要由灰色 把他政治地图上的 红 黄 蓝 三种颜色调和起来 因为灰色 是可以跟任何色彩搭配的 你们会穿衣服的都知道 灰色好搭配 后期呢 他需要一个颜色 实现他政治地图的泛滥 那么 鲁树 和鲁蒙 刚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一看 孙氏政权 长江上游四大统帅的这样一个任职的秩序 就可以证明田于庆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就是孙氏建国的道路 就是江东化的道路 由一个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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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过头来 看这段历史 我们觉得是这样的 而在当时呢 在当时也许只不过是一次 风云际会 也不过是一次 双向选择 我们来看一看 周瑜 劝说 鲁树的时候是怎么讲的 周瑜说 现在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这是烈士 攀龙附奉 职务之秋 也就是说 这样一个乱世 是我们男子和大丈夫建功立业 干一番事业的最好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周瑜引用了 马园达汉光武帝的一段话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乱的年代 不断均在挑选人才 挑选成 我们作为人才 作为成 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选一个老板 那么多老板嘛 而在周瑜看来 孙权是值得选择的 周瑜认为 他和鲁树跟着孙权 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 那么孙权 为什么又值得选择呢 请看下集 作断东南 司马相鲁和卓文君的爱情传奇 在民间一直流传了两千多年 但在真实的历史记载中 却似乎别有演技 司马前的史记是如何记载这件事情 历朝历代 为什么都有人质疑这个爱情传奇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历史的真相究竟又是什么呢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视记者 秦江文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